内湖警方今日接获通报 在辖区内的某间银行 有一位70岁的妇人 疑似遭遇到了诈骗 那到了现场呢 妇人就说 自己是在网路上认识了 这一名直播主 他看直播主呢 从来没有通过电话 也没有见过面 那这名直播主近日就跟妇人说呢 她的账户遭到了冻结 要麻烦妇人呢 会两万块钱到她指定的户头 那妇人不已有她呢 就前去银行汇款了 银行人员看到妇人的举动 就觉得怪怪的赶忙通报警方 那警方到场了以后呢 赶紧指导妇人封锁 对方的账户及时阻诈 那你看段现场画面 她说她的钱被冻结了 所以她用朋友的账户 她是被拖下水的好不好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这是假的啦 因为警方分析后呢 妇人也惊觉有意就决定不汇款 内户警方表示 从一月到现在 他们已经阻拦了 超过四十多件的诈骗案 总共金额超过五千五百多万元 还是提醒民众 最近假冒身份的诈骗案层出不穷 民众还是要提高警觉 若疑问呢 可以拨打165或110查证 避免成为歹徒眼中的带载飞扬 再次进入了一个诈骗案屏幕